魏无羡心下满意 那一窝猪头 铁定要找他麻烦 这一片的招阴棋 他也无所畏惧 且看看这修真戒如此大费周章 到底给他准备了什么礼物 心下思索万千 笑容也不觉诡异起来 与那张吊丧鬼的妆容相衬 竟比厉鬼还像厉鬼 蓝氏子弟不由将目光暗戳戳 都落到蓝丝锥和蓝景仪的脸上 委婉地表达了 他们对这位莫公子的拒绝 蓝丝锥 今日为何总想含光君 蓝景仪 我是蓝家人 我不能骂人 忍住 家规 经过蓝丝锥的再三劝导 蓝景仪的警告威胁 魏无羡成功在房颜安家 掏出怀中的花生米 喝两口小酒 惬意地看着蓝氏子弟严阵一带 蓝氏子弟莫名有些不平衡 为何要由着她 她一个凡人没有自保能力 我们若有疏漏 如何能护得住她 被魏无羡起到快要自闭的蓝景仪 还是忧虑地问了出来 莫公子并非凡人 蓝丝追低声道 莫夫人提及她曾有先缘 必然是知道邪碎的危险的 莫公子决意要来 怕是别有用意 她可是个疯子 你怎能信她的话 蓝景仪皱眉道 为之全貌 不与置平 况且蓝丝追望向魏无羡 魏无羡似有所觉 举酒冲她笑道 小哥哥 可要共饮一壶酒 蓝景仪冷哼一声 蓝丝追回李谢道 蓝氏敬酒 怕是要辜负了莫公子美意 还请莫公子见谅 饮酒伤身 莫公子莫要贪饮 蓝丝追一向不干涉旁人的事 今日也不知为何 竟将劝戒的话说了出来 与毕才惊觉不合礼数 忙要致歉 便听到魏无羡敷衍的回道 知道了知道了 你们快去忙 别管我 说霸牙疼似的 收回酒壶又饮了一大口 小声嘀咕道 老古板小古板小小古板 蓝家这是要见慕斯芳吧 众人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直到她在抱怨 蓝景仪闷闷道 哪里看都像疯子 你还没说完 况且什么 蓝丝追不赞同道 不可背后与人是非 况且莫公子虽行为举止有意 眼神却是明彻透亮的 无论如何 我们护好她便是了 蓝景一撇撇嘴 却也默认了下来 魏无羡枕着房梁又喝了两口 想起蓝丝追的话 便放下了酒壶 百无聊赖地抛起了花生米 蓝家子弟见她并未破坏阵法 又奈这座大佛无可奈何 目不斜视随她去了 花生米零零落落地月下房檐 杂乱无章地奔向各处 砸得墙角偷东西的人 不由闷哼出声 什么人 蓝景一配件出窍里然道 偷东西的人一抖 正不知如何是好 魏无羡开口了 什么人 心上人啊 不过是硕鼠 偷个她不该动的花生米 也值得你大惊小怪 蓝景一深吸一口气 猛然扭过头去 自以为逃过一劫的偷东西的人 你才是硕鼠 你全家都硕鼠 蓝思追扫是一番后 见无意状 这才放下心来 又见蓝景一气愤委屈 不由失笑暗道 这莫公子 倒真像是景一的克星 魏无羡又往嘴里 扔了一粒花生米 余光扫了一眼 窃贼离开的方向 眼神冷漠 勾了一抹怜悯的笑 天还未亮 抓了一夜走失的蓝氏子弟 又被声声哭号惊住 少爷啊 那个小杂种呢 把他找出来给少爷偿命 该不会是畏罪潜逃了 我们赶紧去报官 绝对不能放过他 报什么官 直接杀了他偿命 疯子 别让我抓到你 魏无羡睁开心松的眼 撑了个懒腰 同迷茫不解的蓝氏子弟道 听起来倒是像寻我的 不知小哥哥们 能否去给我这个小人物 做个见证 免得我被乱棍打死 含冤化鬼 死不安宁 有我们护着你怕什么 走 我们快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 蓝丝追环卫开口 蓝锦仪便率先开口 要保他 莫公子安心 我等必然不会让公子蒙冤 蓝丝追紧随其后保证道 魏无羡的笑意 多了几分真挚 似是动容 又似是讽刺的感慨道 这世道 倒还有几分公道 随机行礼道 多谢 魏无羡由蓝氏子弟护着 不顾家仆们的群情激愤 趾高气扬的随蓝家人 前往东堂 东堂好不热闹 人竟不比白天莫家庄的镇民们 聚集于此时少 所有的家仆与亲卷都出来了 有的还身穿中衣 不及抒发 各个颜色惶恐 莫夫人摊在座上 塞边有件泪痕 眼眶仍有泪水 然而魏无羡一走进来 她的泪光立刻化作院毒的冷光 地上躺着一条人形的东西 身躯用白布罩着 只露出一个头 蓝氏子弟面色凝重 俯身查看 低声交谈 这条人形果然是莫子渊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总要付出代价的 就由自取 不是吗 魏无羡心中冷笑 旋即便饶有兴致地 细细打量起尸体的诡异之处 一旁莫夫人突然冲了过来 她手里寒光闪现 竟持着一把匕首 蓝丝锥眼疾手快 将之击落 还未开口 莫夫人便冲她尖叫道 我儿惨死 我要给她报仇血恨 你拦我做什么 魏无羡慢悠悠地 躲到蓝丝锥身后 吃到 无理取闹 也要有个限度 你儿子惨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蓝丝锥也道 莫夫人 莫公子今夜 一直捅我们于一处 并未离开 旷官令狼尸体这幅形状 血肉精气都被稀释殆尽 分明是为邪碎所杀 应该不是她做的 不便青红皂白就要伤人 若是疯 莫玄宇真的被你杀了 那可真是白白赔了性命 你也太不讲理了 蓝锦一后怕道 莫夫人胸口起伏 你们知道什么 这疯子的爹就是修仙的 他也肯定学过不少邪术 你说邪术就邪术 你有证据吗 蓝锦一报必到 蓝丝追道 这 夫人并无证据 还是 证据就在我儿子身上 莫夫人指地上尸体 你们自己看 阿渊的尸体已经告诉了我 杀她的人是谁 魏无羡 极其不尊重死者地 用脚踢开了白布 在莫夫人吃人般的目光下 晒然一笑道 这可不得了了 便宜表哥的袖子断了呢 莫夫人道 你给我住嘴 我怎会收留了 你这个混账 都看见了吧 今天在这里 你们也都听到了吧 这疯子 他说的什么话 不仅对阿渊 毫无敬重之意 还恶意侮辱 简直欺人太甚 激动过后 他眼面哽咽道 我和阿渊 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阿渊莫名其妙 被你打成这个模样 你还不放过他 忘恩负义 丧心病狂 忘恩负义 丧心病狂 多少年没听到这个评价 用在自己身上了 当真亲切 魏无羡呵呵笑道 尊重 尊重他的打骂侮辱 还是欺人太甚 不尊重我的人 哪来的脸 让我给他尊重 忘恩负义 收留我 您是不是忘了 这莫家庄 可有我母亲一半呢 莫夫人浑身一叫 魏无羡继续道 当年莫老爷子 将家产分给你们两姐妹 盖因我娘 为了个负心汉 郁郁寡欢 欲劫而终 莫夫人自作主张 贪了我娘那一份 我因这情分 不予为此计较 怎么 莫夫人便当作是自己的了 你胡说 莫夫人吏嗣道 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 一个疯了的侄子 莫夫人还会有着好心的收留 您觉得我信吗 面上向阵民们展示了莫家庄的有情有义 背地里却放任莫子渊帅家仆 打砸抢我的东西 若单单是为了名声 收留我这么个疯子 看起来并不划算 钱财都早已握在你的手里 我身上还有什么是你想要的 或者魏无羡忽然凑到莫夫人面前鬼笑道 莫夫人 你在图谋什么 还是说背后的人 图 我 神 吗 嗯 莫夫人悚然道 你居然在装疯 蓝氏子弟和围观的家仆 也有些惊恶 也有些惊恶